大家好,又是我,Kin Sun Studio 再和大家拍片 今天就是9月19日 9月17日,天文台發出10號 预風訊號,打風球,非常刺激 這次打風就叫山竹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很熟悉,很熟悉 然後去年差不多同一個時候 也有個風,叫天甲 如果將這兩個風比較 這次山竹造成的破壞 是比天甲更嚴重的 說真的 最受影響的地方 包括有 雄磡 將軍澳 杏花村 白沙灣 還有一些新界的地方 也有水浸 希望這些地方 可以盡快 回復正常的 狀態 希望有水浸 就快點水退 回來 先回來 為了要配合兩個主題 第一就是 就是剛剛說的打風 我要回顧這個打風 所以我就在Minecraft 教了這個 雷報,不過很可惜 Minecraft 沒有打風的效果 所以有點可惜 不好意思 第二,大家看到這裏是什麼 這個香港高鐵 即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 將會在 2018年9月23日 星期日 正式通車 大家都看到我們這裏 還有4天 四天 大家不知道是否非常期待 不過 真正那個 即現實的站 已經建立了 而我呢 就只是 只建立了一個吉 即是建了兩個 這個 這兩個 是 這個吊臂在這裏 模擬它在建立的樣子 不過 我可以答應你 我可以在四天裏 建立整個結構 好了 好了 那 今天烏雲密布 現在下大雨 旁沢 大雨我快點躲進去 那大家如果 猜不到這裏是哪裏 我就進去開估 其實我在西九龍的 阿士甸站 如果各位朋友有留意我的 Facebook專頁的話 最近阿士甸站是員工 即是阿士甸站 就是這個 阿士甸站 對面就有九龍站 而這裏是高鐵地盤 那 四天後 就會有新的面貌 所以 亦都可以說是有新的地圖 發佈 各位 釋募以待 阿士甸站 有兩個 哇 閃電很害怕 快點進去 因為 又怕會塌樹 又會摘傷 又 站在一些 露天的地方 不安全 這裏是 那裏是 大陸 的 真奇 其實已經有九年歷史了 阿士甸站 是2005年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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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介紹了這個,俄士甸站的北極地址, 有條橫田橋,九龍站, 九龍站會連接到一條橫田橋, 非常之方便,只需要走大約15秒, 不過在真實來說,可能要走大約三個字才能踏車, 因為最經過原方,我們下去列車那一層, 這裡就是地面,再下去就是地底, 我們今天只會介紹一個車站, 因為剛剛不是太空閒,所以有很多工作, 所以這條影片可能會比較短, 而這邊就是上去D出口,D出口就是剛剛那裏,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是甚麼,我就帶大家看看, 這裏一上去,有個閘,其實我也不知道真正的車站有沒有, 上到這個天台,其實俄士甸站是有上蓋物業的, 所以,如果我有時間的話,也會建造一個小小的上蓋物業, 好像前傾的那樣, 揮捕塵的那樣, 這樣很小, 好,先下去, 下回去的車站大堂, 這個車站大堂最特別的就是, 這裏呢, 是有雙鋪的兩間, 就不是盡用空間, 不盡其用, 有這麼多位置, 為甚麼不用了, 用起來呢, 因為不用的話, 感覺上好像很單調, 因為, 因為每個車站都是這樣, 還有, 還有, 我可以控制了, B1, B2, C, D1, 和D2出口, 和月台幕門, 坐下去就是月台, 不過我們首先介紹一下這裏, 先進去, 對了, 那, A出口呢, 剛剛沒有說, 不過是我漏了, 不好意思, 我會上回去, 因為今天真的, 唉, 真的太多東西, 真的太多東西了, 真的太多東西了, 因為, 很多功課要教你, 真的太多東西了, 不好意思, 不過我稍後都會介紹一下,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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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日後之後呢, 就會弄好了, 對了, 其他出口就是那些控制, 關掉, 關掉, 對了, 我開回來, 免得, 其他乘客進不了, 即是, 進不了車站, 我說, 出去了, 車站的車站是這樣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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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大家, 嗯, 高鐵香港段的連接油, 會在這裏, 未來連接高鐵香港西九龍站, 行人天橋, 對了, 這裏, 遲些就會有行人天橋, 駁去那邊的地盤, 可以模擬真正那個, 這裏, 其實有些商舖, 不過, 在這車開了九年來, 即是自從2009年, 都好像沒有一間商舖被租租, 除了ATM, 七仔都沒有, 我記得, 只是大堂, 因為客流太少了, 亦都希望高鐵開了之後, 可以增加客流, 可以刺激客流, 對了, 我回到月台, 這裏就是我們剛剛來的位置, 這裏就當作是一個機房, 因為其實它, 柯士天站的外面, 都是一個很大的, 這個通風口, 即是, 它是為西鐵線通風的, 因為隧道在地底, 要為它通風, 對了, 那裏就是賀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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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就是奧運, 你知道那兩個站是甚麼, 是尼敦到那三個站, 對了, 其實這裏都很密的, 其實這裏都很密的, 前走一些位置, 預留一點點給高鐵, 不過, 不是可惜, 真是幸運, 是足夠的位置, 所以就沒有問題了, 對呀, 先下越台, 最後了, 噢, 大家不要負心, 你有沒有發現, 我是用舊那一隻, 越台吊板, 舊那一隻, 因為我們亦想保留這個傳統, 對呀, 因為如果全部車站都用了, 新的那些, 越台吊板, 那些資訊, 對呀, 就會很, 真的, 很沒有傳統感, 我覺得, 因為Minecraft, 始終都是, 是有山的, 即是那些, 那些, 標牌在那裏, 就不可以, 那樣東西都是用一些, 新的東西取代, 就好像, 即是這條港鐵, 都有一些東西是, 留下來的, 有些舊的結構, 或者舊的東西, 留下來的, 尤其是兩鐵合併那些, 那些車站, 對呀, 那, 其實, 講笑而已, 剛剛, 我是不是完全不喜歡, 我, 因為, 其實, 南昌站, 已經一早有了, 柯士甸站, 都已經起了, 那我應該會在, 這兩個站之間, 應該做了些什麼呢? 對了, 我已經是, 建造了, 這兩個站的路軌了, 已經可以搭車去到, 南昌站, 然後, 轉東, 衝進, 平淡地方, 對呀, 去港九新界, 我們就, 開始搭車了, 對呀, 可以很快說一下, 那, 離開阿士甸站, 就有一個, 這個, 代狀式的, 柱車路軌, 然後, 緩慢地, 向上爬城, 南昌站, 南昌站, 它是, 地面車站來的, 對了, 那現在, 大家都看到, 地底, 其實, 在我們, 即是, 不夠五十格, 就已經是, 彌敦道的車站, 那些, 那些車站, 那些車站, 發生的車站, 非常清楚, 對了, 遷就一下, 好了, 說這麼快, 就到南昌站, 然後, 延伸下去, 不過, 很優先, 很優先, 高鐵一定, 然後, 可能是, 尖東站, 然後, 紅磡站, 然後, 西鐵線延伸, 去到新界, 西北地區, 好了, 南昌站, 就可以轉東中線, 去香港, 我下去再給大家看看, 因為都有一些改動的, 南昌站, 就有廁所, 即是, 闊了, 這些就是, 河東沖的月台, 有商鋪, 不過, 全部都是吉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是不同顏色, 全部都是港鐵路線的顏色, 不過, 除此之外,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在車站範圍, 即是入閘範圍外, 都有幾個商鋪, 大家下載地圖之後, 都可以自己發揮創意, 然後就可以做些, 例如, 書店, 便利店, 機, 或者發賣機, 都可以, 好了, 最特別, 最重要就是, 2007年10月, 12月2日, 兩鐵合併, 港鐵和九鐵, 對了, 我沒有說錯, 這個Boundary, 即是, 這個Block, 即是, 這個Block, 即是, 這些公司管理的, 這裏以北, 就是九鐵公司, 對了, 雖然這個車站都是九鐵公司, 不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這些, 都無關同樣,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呃, 不是事不宜遲, 我們便會結束, 希望香港, 即是, 在2018年, 不要再有颱風陣營, 好了, 希望各位喜歡這條影片, 按讚的話,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按讚和訂閱, 好, 我們9月23日再見, 以及高鐵通車那天再見, 好,